先說回今天的即時走勢 上星期五微股下跌 達行新市場高開超過200點 9點半其中26,691 比上星期五市場高超過280點 疫情關係新舊板塊互相互換炒 科技類板塊初段全線做好 舊經濟或其他本地相關的行業捱沽 互相抵消下期指慢慢向下調 10點42分健全日多為26,375 同期外圍中美齊齊做好 內地上五基本上沒有回過 10點9打後由小米和阿里的買盤大動下 期指慢慢拉升 除了700之外大部分股票都止跌 期指10點9打後波幅非常窄 都是26,440到26,450上落 期指12點收到26,427 整個下午飯回來 外圍中美繼續做好 內地上爆升 但期指頭兩小時和上五 尾段一樣只有五十兩點波幅 3點3打後 跟著美期夾上去 香港這邊才跟 3點23 建議26,5801 亦是今日頂底黃金分角的0.382 之後波幅慢慢收窄 過股而言全日偏重升小米 而跌7,000 四點中期收報26,468 說明天的個人即時策略 先說國市 也是消息事 香港疫情感染個案急增 對本地相關行業股票一定有沽額 短期來說也不覺得會立即無事 科技旅板塊 除了騰訊之外 又再炒氣 一邊炒氣的錢 又炒另一邊 很歸邊地炒得比較單日 板塊來說 在疫情數字 急增帶下 亦不覺得短時間之內 能夠全面地升上去 而上星期五 記得期指 急抽了之後 又回到大半 今天來說 這麼多問題的情況也是 期指應該大熱口26,700 即使來說 亦見不到甚麼人 敢在熱口下 高開再數 星期五升了 今天又升了 又回到下來 即使來說 在外圍完全配合的底下 期指波幅很窄 亦沒有怎樣再爆上去 個人看法 有機會封一封我頂的期結 短期來說 要即使大升 就不容易 所以先清一清 2018好倉 就輸少少 另外科技的指數產品 今天新出也看過一下 看上去太新 而且比較闊 不是很正常 給多一點時間 再跟大家去分享 明天開倉位置 即使淡倉 今天26,500 加-50點 見即使淡倉 指示位開倉為200點 另外 假如裂口高開 基本上眉眼就會沽 指示位也是200點 多謝收睇 多謝收睇 Tasty Money 記得訂閱 考驗 還有按LIK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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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按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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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